嗨 老板 早上好呀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实际上我今天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啊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仓库里面 我有30把蓄能 放在这里都没人要啊 都发霉了 所以说 我想把它卖给你 待会你支付宝床给我就好了 不过我又想了一下 我干脆把15把拆掉好了 这样的话 我有30个其他零件 当的脸面拆掉 然后再把剩下的15把给卖给你 老板你注意看我 待会我马上就有30个其他零件了 嗯 确定 嗯 什么鬼 喂 那个 怎么没有货的材料呢 那我岂不是白拆了 我好不容易囤的那么多 天呐 等等 等等 我看一下资源 36个奇特零件 难道这就上线了吗 那不可能的呀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 你也知道我在录视频这很尴尬的耶 会不会是在住场厂里面拆了 不给零件了 那要不我再拆一个 试试看了 那老板我只能少卖你一个了 我现在又得多拆 不拆一个了 什么鬼啊 又没零件 这 这 这我不拆了 我干脆卖给你好了 我不以为会有30个零件的 1200 你他妈能不能再厚到一点 我卖了这么多吧 你再给我1200 113一把 我的天 你知道我囤资上次把训人多累了吗 你看 都没人要 然后拆连件的话又不给 然后卖给你又这么连价 以后我再也不找你做生意了 真的是坑爹坑爹的要死 我还不如把这些训人全部送给暗牙呢 好的 那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一币收藏加关注加分享咯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